大家午安 我小人齁 我們大家麻煩趕快就座 然後把手機關靜音這樣子 我今天的這個題目是這個國家便便便 他有一個便是隨便親菜的意思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官僚都很親菜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 比如說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覺得聯合國是國家的請舉手 有人喔 聯合國不是國家 他是一個國際組織 他的成員都是以主權國家為主 那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覺得中華民國是國家的請舉手 應該沒有了 因為聽了那麼多堂課 不過我們等一下會稍微看一下 什麼是中華民國 那第二個便是什麼 就是說 世界上國家的組成型態 其實是千變萬化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那了解這些世界上 一些國家的基本組成型態 你才有辦法分辨說 什麼是我們想要的國家 什麼是我們想要追求的 或者整天在講建國阿 獨立阿都沒有意義 因為你連你的未來都搞不清楚 所以 所以等於是希望給大家 分享一些 一些國家的概念這樣子 大家知道這幅圖嗎 有誰知道這幅圖的 可以舉個手 這幅圖是這個 十七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名的著作 叫利維坦 作者叫霍布斯 這本書其實非常 是政治學的經典 因為他是 他剛好處在一個 中世紀到近代 主權 概念的轉變 中世紀的國家就是 大部分都是軍權神獸 但是到了近代國家 他怎麼轉變成近代主權國家的概念 其實這本書是一個很重要的 轉折啦 他就是講什麼是社會契約 就是本來 皇帝的權利是由神明給的 是由神給的 那怎麼轉變成說 欸 不是神給的 或者是說 人民能夠集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國家 其實是有他另外一個 很深刻的意義 那但是我們可能 也沒時間細講 那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 看我以前講的 那下面有一句話齁 這句話是上面這句 拉丁文 我把它打出來 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 可與之相比 這曲之舊約約伯紀 41章24節 這是舊版的編排 那你們也可以去網路上查這句話 他背後的典故 他會講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主權 那我們時間不夠就不多說了 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那為什麼要...為什麼... OK 等一下我們會陸續談到 然後我的順序是這樣齁 一開始呢 我簡介 從一些時事觀察 介紹一些概念 然後 就漸漸講到什麼是管轄權 什麼是國家 最後講主權...什麼叫主權在民 昨天是228 所以... 就是我上場演講 跟我這場演講 其實... 就是跟我之前演講 有一些改版 就是想要... 主要是要講什麼是... 軍事管轄權跟統治當局 因為228 但它發生它的背景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齁 其實它發生的原因 其實現在真相不能說完全明朗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 你可以理解成... 我可以理解成是說 它是一個... 占領下的... 違反戰爭法的... 一種... 屠殺就對了 那為什麼是... 戰爭法 因為... 我們的教科書都告訴我們 是戒嚴嘛 戒嚴是1949年以後啦 228是1947嘛 所以... 當然是... 所謂的... 符合... 戰爭法下的占領嘛 但是... 占領下的軍事當局 有什麼權力 占領下的統治當局 有什麼權力 如果今天台灣人 如果... 到時候要去國際法庭 追究這些責任的話 你要... 你要怎麼去追究 不是說... 不是說... 嘴巴喊一喊 去... 接上抗議 它就會給你應該有的... 救濟跟補償 台灣就是... 我們應該學會懂得 怎麼用正當的法律程序 去... 要回我們應該要的權力 所以... 從... 原點在哪裡 除了從人權 日內瓦公約出發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點就是 你要了解什麼叫做統治當局 什麼叫做軍事管轄權 我們雖然是被... 占領被治理的 可是... 被占領的被治理的 也要了解 治理你的人 他有什麼正當性 跟他有什麼權力 否則... 台灣人就是很悲慘 就是... 這個不去搞清楚 就會看... 就會... 很容易跪倒在政治人物面前 齁... 那這個是... 大家... 這個是... 上... 你看齁... 2014年2月21號 最近... 很熱鬧齁... 這個... 就是... 上個禮拜嘛 一架美國軍機 載著美國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主席來到台灣 齁... 這個是... 如果你有注意新聞的話 TVBS還是中央社 都有報導 那為什麼是軍機 你就常常看到很多新聞齁 你都會看到 欸為什麼美國國會議員 這個訪問團都是做軍機來 他不是做民航機耶 他也不是做一般的什麼外交專機 他就是做軍方的飛機來 這有意義的 所以我要講 他的意義是什麼 你看齁... 這個是... 520 2012年 前年的520 在... 馬英九 在520就職的時候 這個... 也是... 眾議院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做軍機來喔 做軍機喔 有沒有... 軍機 那很好玩的是 他下午才來 早上典禮都辦完啦 就職典禮不都是早上嗎 如果他是來祝賀就職的 為什麼典禮辦完了他才來 很明顯的 祝賀就職只是個藉口嘛 懂我意思吧 那有人說我祝賀你就職 我等你典禮辦完我才來的 而且是做軍機來 所以剛剛前一個講師 有跟大家看那個新聞的政治評論說 美國軍機要隨時進入清泉鋼都可以 為什麼 其實你去網路上可以找到一個影片 就清泉鋼去年還前年他開放的時候 開放參觀的時候 有一個影片就是說一個軍官出來介紹 說這個清泉鋼裡面的規劃 其中裡面喔 有一個 有一個城市喔 清泉鋼裡面有一個城市是美國城市 然後所有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要進去都要美國那個 那個所謂同意 也就是說那個美國在那個 清泉鋼裡面那個美國 美國專屬管理的城市是有 排他的權利 所以美國飛機要進去 當然不用管 當然不用同意阿 OK 你看這個 眾議委員會來這邊幹嘛 支持台灣 等一下我會講什麼是台灣 參與國際組織 對台軍售 還有台灣為何重要 的聽證會 然後 他們這個 台灣政策法案也 弄了好久了 一直沒有通過 那個 麻煩你拉到最下面 投影片最下面 我講一下什麼是中華民國 跟台灣 順序有一點錯亂 不好意思 拉到最下面 投影片最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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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看一下什麼是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台 這是最基本的概念 你看新聞一定會 不但它這三個名詞 那你如果不能分辨這三個名詞的話 那你如果不能分辨這三個名詞的話 你看新聞一定是被 同腦就不清楚了啦 因為它這三個名詞常常混著用嘛 那這三個名詞代表的概念是一樣的嗎 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什麼 它其實齁 你要看 它有 它是一個名字 但是它這個名字 是代表政體或政府 或政 政體或政府 懂我意思吧 這個國家 叫做支那國 或叫中國 但是 這有一個 爭議性的問題是說 那支那國跟大清帝國 是不是完全等 等 等 相等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你可以去想一下 但是我們不要去扯那麼遠 就從 支那國 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 是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1912年的2月12 為什麼是2月12 因為溥儀 在那天宣佈退位 溥儀宣佈退位 而不是辛亥事件 辛亥事件 10月10到那個 溥儀還沒有退位 所以它真正 這個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的建立是 法理上來講 應該是2月12號 1912年的2月12號 所以它有幾種概念 12345 國家 名號 政體 政府 政權 這5個概念是不一樣的概念 你不要把它混亂 混亂你頭腦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一個中國 它的名字叫做 它的名字在這個階段叫做中華民國 简寫叫ROC 它的政體 它是一個共和政體 你也可以叫它中華民國 在這個時代的共和政體 它的政府呢 在這個時候是 中華民國政府 它又 因為它是北洋軍法為主 又叫北洋政府 政權元世凱 譬如說 在這個階段 它的名字就不叫中華民國了 它叫中華帝國 因為這個時候是元世凱 它的帝制 所以它的名字 就不叫中華民國 叫中華帝國 可是 它名字改了 可是它還是同一個國 國家的實體是同一個喔 我人可以換名字嘛 對不對 我可以去護政事務所 或說我換個名字 可是我這個人還是同一個人啊 懂我意思嗎 這個政府 政府 代表這個國家的政府 就像這個 代表這個國家的人格一樣 是哪一個人格在代表 這個就像人格 這個就像人格 這個就像名字 這是這個人 國家就是一個法人 國家就是一個法人 國際法裡面最完整的法人 主權國家是國際法裡面 最完整的國際法人 所以這個人 這是名字 這三個就相當於 是人格 只相當於是人格 只是人格又有區分 政體、政府、政權就對了 比如說 你看這都是同一個國家 可是不同的階段 我已經 列得很粗了 其實可能還可以列得更細 譬如說在這個階段段祺瑞他自己也想寫一個憲法 所以他搞一個臨時政府 那政權有這麼多人 那你看這個時候叫軍政府 因為張作霖他的統治是軍政府統治 那在1945年10月25的時候呢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蔣介石集團 但是那時候主席是林生後來是蔣介石 他在台灣依據麥克阿瑟 作為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帥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發布來台灣成立佔領軍政府 所以他成立什麼 他成立警備總司令部跟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政府是後來改制的 先是長官公署嘛 行政長官公署跟警備總司令 所以就相當於是軍政府跟民政府 所以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這個國家 不管那時候代表 他代表性當然可能有爭議性 因為有人說有三個政府 延安 共產黨 或是旺金衛政府 不管他幾個人格 這個人格分裂了 這個人還是同一個 懂意思嗎 誰去代表性 那個是 後來是國際承認會出現問題 但是 就這個國家的權利而言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 中國那時候的確有 作為盟軍的一份子有佔領台灣 但是問題是 只有中國有權利嗎 好 這就是戰爭法的問題 美國的權利在哪裡 那這個 所以一直持續下來 但是在這兩個階段 就沒有 中華民國是沒有政府的 為什麼 因為李中仁他本來是 中華民國的 合法總統嘛 蔣介石下野以後 李中仁上去嘛 所以李中仁才是正式的 中華民國總統嘛 到1949年12月以前嘛 所以 但是李中仁他從香港流亡到美國 所以李中仁並沒有建立一個流亡政府 所以這個時候以國內法觀念而言 中華民國是沒有政府的 可是沒有政府 中華民國 或是說中國就不存在嗎 其實中國是存在的喔 就像剛剛前一個講師講的 你看不到的不代表不存在 沒有政府存在 政府不存在 不代表國家不存在 除了這個例子以外 還有一個例子 什麼例子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 德國希特勒政府也被摧毀啦 那時候盟軍就是 中美英蘇嘛 喔不是中美英蘇啦 美國 英國 蘇聯 法國 分四塊佔領德國嘛 那德國希特勒政府 整個被解散摧毀掉啦 沒有代表德國人民的政府啊 統治德國的 是由那四個國家在統治啊 那德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德國沒有滅亡喔 所以 那個地方人民自己的政府不存在 不代表那個國家就滅亡 我們以前的觀念都認為 政府就是國家 國家就是政府 對國家效忠就是對政府效忠 錯 人民是對國家效忠 而不是對政府效忠 政府是可以換的 政府也可以暫時不存在 但是這又分了啦 國家又分君主的跟不是君主的 對不對 所以哪一種國家比較穩定 你要看那個地方的大小 所以就是說 你要了解國家的組成型態 才能分辨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跟這個國家用什麼政權政府來治理 這講得有點扯遠了 但是到這個1952年8月5號 為什麼是8月5號 因為在1952年的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這個美國啊 根據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第23條稱為台灣的主要佔領權 不只台灣啦 但是我們這裡是以台灣來講 那 美國呢 就 就私底下 受益說 要日本去跟中華民國簽這個台北合約 因為中華民國並沒有參與 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在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 不知道第幾條 第後面的 它就是說 受益日本可以單方 單獨跟其他國家簽約 但是它有一個條件就是說 這個 條件啊 不能超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 美國就受益這個 日本當 日本國政府去跟蔣介石這個當政權 那時候蔣介石是個流氓政權 他連政府都不是 去簽這個台北合約 但是 一旦簽了台北合約之後 蔣介石這個流氓政權呢 就會取得了三 兩個名片三個頭銜 因為什麼 因為簽合約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合約是條約裡面最高的 條約也有分啦 比如說商業條約嘛 交通貿易的條約 那種不見得是層級很高 可是 也就是說那種有的條約是政府就可以簽的 政權就可以簽的 比如說 中華民國現在也在簽很多行政協定啊 可是不代表它是國家喔 所以 合約是只有代表國家的那個政府才能簽的 所以它本來不是政府 它本來不是代表中國 它這兩個階段講 屆時是沒有辦法代表中國的 可是它因為被美國安排去跟日本簽了一個台北合約 所以它取得了代表中國的政府身份 所以它又變成了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在這個時候以後 但後面又不一樣 然後呢 第二個名片是什麼 第一個是有關中國的部分 第一張名片是有關中國的部分 它的頭銜是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第二張名片是有關佔領的部分 佔領的部分有兩個頭銜 第一個頭銜是次要佔領軍政府 第二個頭銜是台灣治理當局 這個次要佔領軍政府 就我剛剛講了 因為 美國已經是成為主要佔領權嘛 那根據美日安保條約 只要主要佔領權同意 這個其他國家也可以在台灣駐軍 所以 中華民國自然會成為次要佔領 只要美國同意的話 但是因為 那為什麼會有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中華民國政 蔣介石集團又跟這個 日本國簽台北合約嘛 所以台北合約就相當於 在他的議定書 本文跟議定書 他就有這種明示或暗示說 我同意你來治理台灣這塊土地 當然台北合約現在失效了 可是有一個疑點就是說 台北條約的議定書是不是失效 這是一個國際法很有趣的問題 條約失效 但是條約的附錄是不是一定失效 一般我們會 常識會這麼覺得嘛 條約是本文嘛 本文失效了 條約的附錄是不是一定失效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有案例 這是有實際案例的 那我就不扯那麼遠 所以到了1979年1月1號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1979年1月1號的時候這個 中華美國政府 卡特政權 撤除對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的那個承認 撤除那個承認 所以呢 這個時候他就不能 他就 他名字也不能叫中華民國 他名字就改成中華台北了 所以他是一個流亡政權 他的第一張名片的頭銜就改成流亡政權 第二張名片就剩下治理上局 為什麼 因為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在此之前 在這個階段 他可以代表中國 算他流亡 他還有兩塊小小的土地 叫金門馬祖 但是呢 他是 他是在很多地方是代表中國的 尤其在這個之前 在1971之前 他是在聯合國代表中國 然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在1978年以前 他是代表中國 所以他代表中國 他就有次要的佔領權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但是在1979年1月1號之後 美國不承認他代表中國了 那美國是主要佔領權啊 他當然這塊土地上美國說了算啊 所以 他不 中國還民國就不能 他就沒有佔領權了 他就只剩下治理當局的身份了 有點複雜 當然大家要了解 反正就是兩個頭銜了啦 現在開始 你聽到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其實就是這個名字 在這個名字之內 他有兩個身份 他就是 這兩個身份在切換 大家覺得頭會混亂 就是因為他這兩個身份在切換 但是你要從事物的實質上去看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 台灣去參加國際組織 請問他是用哪個身份 蛤 不是 名字都是中華台北嘛 或者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嘛 但是他是什麼身份 你要去想他是什麼身份 他有兩個身份 我今天我有兩張名片 我出席這個場合 我可能拿其中一張名片 我才進得去 但是我出席另外一個場合 我是拿另外一張名片 所以頭銜是不一樣的喔 比如說今天參加國際組織 他是用什麼身份 他當然是用台灣治理當局的身份啊 那流亡政權 他怎麼可能 比如說 他要去談判的是有關台灣的經貿事宜 他怎麼可以說他是流亡政權 對不對 但是他如果要去跟中國談兩岸的統一的話 他是用什麼身份 流亡政權的身份 所以這不一樣的喔 你要從事物性功能性去區分他的身份 如果中華民國在這兩點他 他刻意把它搞混的話 很抱歉 美國要負責 因為是誰給予這個流亡政權治理台灣的 是美國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講 什麼叫治理當局 治理當局的權力來源在哪裡 我們先講什麼是台灣 我們剛剛講的中華民國 什麼是中華民國 什麼是中華台北 什麼是台灣 台灣也很複雜啊 你不要以為台灣很簡單 一個台灣為什麼台灣大家都各自表述 有人覺得台灣是國家 有人覺得台灣不是國家 有人覺得台灣不是國家 對不對 其實台灣是什麼 你在看 作為台灣的中華台北不是主權國家 這誰講的 這是美國一個政治人物講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如果我沒有把瓜糊刮出來的話 你要會判斷啊 中華台北我剛剛講的 他是流亡政權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 這個State 等一下我們也會講 State是什麼意思 它是一個政治組織的國家的意思 就是這個國際 它是國家的意思 但是它是屬於政治組織的那種國家意思 所以你看 這個是一個政治組織 這也是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當然指的是一種政治組織 所以它就指的是台灣統治當局 OK 台灣不是獨立的 它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想要主權 如果我沒有刮出來 你也會判斷 因為它這邊講的是Nation 等一下我們會講 這個Nation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人民 而不是政治組織 懂我意思吧 同樣的台灣 這裡指的是政治組織 這裡指的是人民 你要從這個前後文去判斷 你要看文章 你不能斷章取義啊 你要從前後文去判斷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亡政權 做為台灣當局治理 因為它這是被一個政治組織治理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是被治理的那個地方或是人民 那個地方或是那個地方之上的人民 所以這個台灣又跟這個政治組織是不一樣的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因為這裡有個上 所以這個台灣是指一個地理範圍 是指一個範圍 所以它當然包含中國難民 包含外國人 包含外國人 有時候是要看場合啦 但是現在是包含中國難民 就是擁有居留權的人 懂我意思吧 這個上就是包含這個地理範圍內有居留權的人 那這個 台灣的人民是包含什麼 因為這個的的英文是off 它是一種屬性的意思 當然不包含中國難民 為什麼 因為難民是 不是本來就在這個土地上 對啊 它是因為戰爭的因素才來到台灣 所以它不是屬於台灣的 它不是台灣的屬性 除非 等到以後 佔領恢復正常化 解除佔領之後 他們就可以規劃 透過正常的規劃所需 規劃變成真正的台灣人 法理上的台灣人 這個時候它就有台灣的屬性了 否則 那些 當初1945年以後 來到台灣的中國人 他沒有透過一個合法的規劃手續 你能說他放棄中國國籍了嗎 你不能強迫人家放棄中國國籍耶 人家老歐啊 他也是覺得他是中國人啊 你有什麼權力逼他放棄中國國籍 你沒有權力逼他放棄中國國籍耶 所以這就造成什麼 認同跟效忠的混亂 所以 在這個東西沒有 這次這個認同 從這個法理沒有釐清楚之前 他們是沒有台灣的屬性的 還有一個模糊是什麼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他要去模糊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 在 眾議 參議院跟行政當局 提出的台灣關係法草案裡面 他都是講 The people on Taiwan 台灣上人民就是台灣人民 但是 在參議院 眾議院提出的法案 他是用台灣當局 你去看他們立法過程就覺得很好笑 他們就一個 那個 國議員就問說 欸 為什麼要用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如果要出國要辦簽證 難道可以向台灣人民辦嗎 你今天我們在場任何一個人 我們要辦簽證去哪個國家玩 我們是要去找台灣人民辦嗎 不能嘛對不對 因為台灣人民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嘛 不是統治的那個政治組織嘛 所以 當然是要找當局去辦嘛 所以那個 你看他就很好玩 那個議員 美國議員他在立台灣關係法的時候 他就 他就 有議員就覺得這樣很模糊啊 然後說 他自己就在疑問了 他說 他就說 難道可以去找人民辦簽證嗎 那你看 現在民進黨在台灣玩的是什麼 他也是在玩類似的嘛 對不對 民進黨不是說 開口閉口台灣人民 其實是什麼 他不去解釋人民跟當局的差別 這中間有一個什麼差別 他的權利來源在哪裡 人民有沒有權利 人民的權利跟當局的權利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喔 人民的權利跟當局的權利 就是 OK 這有點扯太遠 好 什麼是台灣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至少三種概念 哪三種概念 地理概念 人民 還有什麼 人民又區分為地理上的人民跟屬性的人民 對不對 還有第三種概念是什麼 治理當局嘛 其實不只 你看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他說 台灣一池殭屍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有沒有 地理概念 人民 島上的人民 公司 公司的英文叫cooperation 其實是法人 法人 公司不是很精準 根據 適用這些島嶼法律 而設立的其他團體機構 就是非法人的那些團體機構 即1979年1月1號以前 承認為 中華民國是台灣自理當局 即任何階梯的自理當局 即任何階梯的自理當局 所以為什麼現在 台灣什麼代表 所謂台灣代表隊 出去都要叫中華台北 除了要彰顯這個流亡政權的本質之外 他不能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那個麻煩切到剛剛那邊 就是 這樣大家有清楚嗎 什麼是中華民國 什麼是台灣 他其實都有很多概念在背後 不是你想像 如果你不區別這些概念 你就會搞不清楚 好 我們講一下什麼是 為什麼眾議院要做軍機來 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 都每次都做軍機來 什麼是軍事管轄權 美國總統與國會的對台軍事管轄權 美國憲法對美國的軍事管轄權有三種 第一種呢 是行使於和平與戰爭狀態中 第二種呢 是行使於境外的戰爭 不涉及美國邊界 或是呢 今天發生暴斷 但是被承認為交戰方 所以你如果有看 那個南北戰爭的電影 林肯 最近前一陣子 林肯的電影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 林肯堅持 不要 就是說他們 有分成說 不能把南方 那些脫離聯邦的州 視為交戰方 他們堅持要用戒嚴法 戒嚴法就是第三種軍事管轄權 那是有區別的 所以 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5月以後 在台灣施行的不是戒嚴 而是第二種 當然中華民國不是美國啦 他不能用美國憲法 但是我只是舉例 在政政法而言 他的軍事統治就是分成軍事政府跟戒嚴 軍事政府基本上就是行使於境外的 戒嚴是行使於境內的 可是那時候台灣並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啊 所以 中華民國在台灣行使的軍事統治是 不是戒嚴 而是軍事政府 這樣各位清楚吧 你看喔 第一種軍事管轄權 稱為軍事法下的管轄權 它叫 Military Law 軍事法 基於國會的議事規則及戰爭法條 提供給代表邦國勢力的政府 這邦國是什麼 National Forces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可變為軍事政府 在合宜狀況下取代當地法律 並在總統的指示和國會民視或暗示的制約下 有軍事指望行使 所以這個 台灣關係法是哪一種 很明顯嘛 第二種有沒有 第二種嘛 但是呢 你有沒有看到 即使是第二種軍事管轄權 它也有分總統的跟國會的喔 等一下我們就看到 總統的是什麼 國會的是什麼 你看喔 這裡也講了軍事政府 這是第三種是戒嚴 好 國會的軍事管轄權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 當然它很多條都有牽涉到啦 它其中最主要一條 第十四條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參院外交委員會 及國會其他委員會 將監督本法案各條款施行 該協會的助益程序 美國台灣 繼續關係的法律技術事項 東亞安全及合作的美國政策執行 這些委員會將適當地 將參院外交委員會 以及國會其他委員會 將監督本法案各條款施行 該協會的助益程序 救援 對不對 然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又做軍機來釋訪 為什麼 監督啊 你這個治理當局 把台灣搞得亂七八糟的 它要負責欸 美國要負責欸 有權利就有義務 美國既然佔領台灣 它有這個權利 它就要有相對的義務 但是中華民國他都不講 他要讓台灣人民以為 他的權利是台灣人民給他的 好 什麼是美國總統的軍事管轄權 1979年3月通過這個台灣關係法 4月10號 3月28號國會通過 4月10號美國總統卡特簽署 注意喔 往前追溯到 1979年1月1號生效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法律是 為什麼要往前追溯 這背後有玄機啦 如果你知道這個玄機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 美國在玩什麼 其實它玩了一個很高明的政治把戲 非常高明 不只是它是有 國際法在背後 只有國際法在背後 但是我今天重點不在這裡 你看喔 台灣關係法第三條 這裡有講到美國總統 講到國會 講到美國軍事當局 有沒有 軍事當局要向總統跟國會提供這個檢討報告 所以我剛剛是符合我剛剛講的 憲法下規範的 屬於總統的軍事管轄權跟 國會的軍事管轄權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軍事當局要向他報告 再來 危及美國利益的時候 或者是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秩序 遭到威脅的時候 這兩個條件喔 台灣人民的安全跟社會經濟制度 遭到威脅 或者是危及美國利益 因而啦 但是 因迅速通知國會 總統跟國會要依憲法程序 採取適當行動 好 這裡又一個模糊了 什麼叫做憲法程序 要採取什麼行動 你要了解戰爭法 就是他的管轄權從哪裡來的 總統的管轄權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總統管轄權其實不完全來自台灣關係法 你等一下會看到 其實他總統管轄權主要是來自什麼 來自於 在戰爭裡面征服大日本帝國 作為一個征服者 第二個是什麼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做為一個主要佔領權 這兩個是 主要是美國的 美國總統的軍事管轄權的主要來源 那國會呢 國會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簽一些條約 比如說 像中美防禦協定 需要批准的 像台灣關係法 他的國內法 這就是會賦予國會的一些管轄權 OK然後你看 第九條B款 他說 為了實施本法律終止有必要時 可由總統頒布行政命令 這有玄機了 玄機在哪裡 有誰知道 OK 中華民國 所謂的AIT 中華民國所謂的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室 不是常常會跟 美國AIT簽很多協定嗎 對不對 美牛嘛 大家都知道美牛案對不對 我請問你 美牛案 他簽好的時候 他有 他有先知會 立法院嗎 沒有嘛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印度觀山 而且是人家已經簽好才 媒體才曝光 對不對 從這一點你就知道了 這個統治當局的權利 不是來自台灣人民的啦 你懂為什麼 如果是來自台灣人民 為什麼美牛案 他不先通知立法院 不是立法院審過 不是嘛 好 這是統治當局這一端 對不對 那給予統治當局權利的那一端呢 行政命令 所以 他簽美牛的話 那個行政協定 不需要美國國會通過 懂吧 中華民國的代表 這個統治當局的代表 要去跟AIT簽任何協定 所謂的 他們講國際協定 都不需要兩邊的 立法院或是國會通過 就在這裡 你就知道這個軍事管轄權有多大 好 第十條A 你看 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台灣關係法裡面最重要的一條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一條 你看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 各機構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 向台灣提供 或由台灣政府接受任何服務 聯絡承認等事項 因為總統指定的方式及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 注意喔 提供上述事項 或由這一機構接受上述事項 此一機構乃總統 美國總統確定 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而具有必須之權利者 可依據本法案代表台灣 提供保護及採取其他行動 你看懂了吧 看懂了吧 什麼叫做台灣設立的機構 就是台灣統治當局的代表 以前叫做 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現在叫做什麼 在美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你看喔 而且他說代表台灣 而且是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這個在戰爭法裡面都有意義的 戰爭法規定是什麼 這塊土地如果被佔領 這個土地上什麼是這個被佔領地的適用法律 基本上要尊重舊有法律 然後呢 佔領者可不可以改變 可以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是什麼 出於軍事目的 除非不得已 出於軍事目的才能夠改變當地法律 否則 你如果只是維持社會治安 維持當地經濟秩序 你不能改變當地法律 懂我意思吧 戰爭法有這樣規定 所以這叫做做適用的法律 誰來決定 佔領者 佔領者決定 所以誰可以決定這個治理當局 美國總統嘛 因為美國總統是代表美國這個征服者 這個是1978年12月30號 美國總統卡特寫的關於台灣人民的備忘錄 這表面上是備忘錄 實際上是行政命令 實際上是行政命令 你看喔 因此我宣告並指示如下 募求有權威去進行我們的計畫交易 或其他與台灣關係的部門或機構 依照此權威並且 適當地透過低段所提的機構 被指示與進行與實施 那些1979年1月1號開始的計畫交易關係 什麼是低段的機構 就是AIT啦 但是那個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 AIT還沒有成立 所以呢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台灣關係還沒有通過 甚至連提出都還沒提出 台灣關係還沒提出 那是為什麼在這一點 他要發佈這個備忘錄 因為在隔兩天啦 1979年的1月1號 美國政府就要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了啦 斷交發生什麼事 我已經講過了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國了 所以他沒有佔領權 對不對 沒有佔領權 他要怎麼控制台灣啊 就會有問題了嘛 第一個他控制台灣 第二個 美國就不能讓他 美國就 要親自進來了嘛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美國還不想要親自進來嘛 他還是想要躲在背後 養一個看門狗就好了嘛 所以他就趕快發佈這個備忘錄 去彌補那個時間差 彌補那個台灣關係法定定的時間差 所以我剛剛講為什麼 台灣關係法要往前追溯 但是往前追溯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很深刻的意義 但是我就不講了 那這個 所以你看喔 美國與台灣之前 既有生效的國際協定與安排 應繼續有效 並由1979年1月開始的部門機構 一張規章透過AIT來執行 這也是有玄機的啦 這個台灣是什麼 就不會是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囉 他指的就是台灣當局了 所以什麼 他可以 美國可以 除了那個 中美防禦條約是失效以外 這個 中華民國 當初作為台灣治理當局 或是中國 流亡政府這個身份 跟美國所簽的任何條約 美國可以去決定 要不要讓他失效 你懂我意思嗎 為了實行本備忘錄所有的規定 每當美國的法律規章命令 涉及到一個境外的疆域 幫 國 你看喔 Country Nation State 等一下我們會仔細講 有的人都把這三個混用 當作是一個 都當作國家 其實這三個是 嚴格講是不一樣的 這些法律 政府或類似實體時 政府或機構 應解釋那些條款 並應用那些法律 包含台灣 所以為什麼 台灣人可以去美國告 在美國的法院 控訴美國政府 或是控訴一些 司法案件 那個 國際司法 民事案件 就是因為 除了台灣關係法以外 還有就是因為 美國總統的命令 為了執行 為了執行 為了執行這個 跟台灣人民 這也台灣人是 people on 台灣有沒有 on 教育其他關係 美國人民的利益 將有一個很快被認證的公司 行政的非公司 代表 這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低端的機構 就是AIT 好 在1979年6月20號 也就是說隔了半年 這個時候呢 台灣關係法已經通過了 台灣關係法已經在4月 4月10號 美國總統簽署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總統簽署又發布一個 行政命令去更新 他剛剛那個備忘錄 他怎麼說 總統保留 該法第三條 第七條 這該法就是台灣關係法 第七條 第三項 第九條 B 第二句 受與總統的權威 其特別指定於 第十條中的決定權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說 第十條A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最重要 因為他可以決定 誰是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他這裡用到是什麼 他用保留喔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權力沒有放出去給國務院 其他的權力 大部分權力都 除了國會的那一部分 軍事管轄權以外 很多權力都委由 國務院 然後國務院再轉包給AIT 懂我意思吧 但是總統保留了這個權力 所以這個權力不是國務院的權力 是由總統 美國國防部 這軍事體系的權力 這樣懂了吧 這才是跟我們台灣人民最重要有關的 因為國務院都是清這個中國政權的 往年上都是這樣子 傳統上 只有國防部比較懂得這個戰爭法 會比較注重戰爭法 國務院也懂戰爭法 但是他們 有很多外交的考量 依據第10條A款 北美事務協會 有沒有 就是 這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前身啦 北美事務協會被決定為 由台灣人民建立的非官方機構 並具有在台灣人民 適用法律下必要的權威 有沒有 這權威誰決定的啊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認可的嘛 否則誰來代表台灣啊 他不是政府 他不代表中國 他怎麼可以代表台灣 台灣也不是中國取得啦 對不對 好 到1996年的時候 飛彈危機發生後 美國總統執行令又更新了 他又更新什麼 就是現在的 一直用到現在 美國總統保留到第三條A 然後第10條A有沒有 有沒有 法律的限定跟總統的決定 有沒有 他這裡是決定為誰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有沒有 中華民國政府都說什麼 駐美大使館嘛 駐美大使嘛 其實不是啦 OK我時間不夠了 就 講快了 那 那 這個例子是這樣的 有一個 亞洲開放銀行叫ADB 這ADB 總部在馬尼拉 中華民國本來是創始會員 但是到1983年的時候 這個 中共要加入 但是他表示 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這個流亡政權 或是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可以使用 台灣China 然後就是 中國台灣的民意留在亞裔 美國是建議 台北China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很熟悉 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意義是不一樣的 中國建議用 台灣China 美國建議用 台北China 他為什麼 會建議 這代表這兩個意義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這個就是Chinese Taipei的另外一種形式嘛 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嘛 好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說 1998年的時候 1998年的時候 香港回歸後一年 香港也要加入這個ADB 香港就是 但是香港就不用香港China加入嘛 但這個時候 雖然 人家就懷疑說 那台灣是不是跟香港同地位 因為你用台北China嘛 所以他們為了要解決這個爭議性 他就把這個空一格去掉 鬥點後面的空一格去掉 因為學過英文都知道 鬥點後面一定要空一格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就為了要解決這個爭議 把鬥點空一格去掉 變成一個英文文法錯誤的名字 你看這個 很好玩齁 你現在去他的官方網站查 還是用這個名字 亞洲開放銀行的網站 你知道這個治理當局有多悲賤 連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 人家改來改去 所以他改了 悲賤啊 然後我們台灣人又被這麼悲賤的當局代表 我們台灣人是什麼 悲賤 自己不知道 這個實實觀察 我就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說 台灣齁在去年參加這個 iCO 國際民養組織 然後呢 這個新聞媒體就是說 因為 這個iCO理事主席說 是因為 接到中國政府建議 台灣才能去 當作來賓去參加這個大會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為什麼 事實上 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 是 美國先通過一個法律 你看喔 他是 這個是台灣 台灣當局的民航局局長 叫神奇 他寫什麼 Chinese Taipei CAA CAA就是民航 民航局啦 Chinese Taipei 你要翻成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英文不都一樣 英文都一樣嘛 對不對 好 這個順序是這樣子 就是說 一開始美國先通過一個法律 這叫 法案第1151號 中醫院先通過 再來參議院通過 後來 去年的7月12號 歐巴馬簽署成為法律 什麼是法律 法律就是對行政單位 是有約束力的 行政單位一定要去做 不然就是 違反他們的憲法 所以呢 他要求美國國務卿 就是美國國務院 要推動 這個ICO 呢 在去年9月的大會 接納台灣的觀察員身份 他本來是要求台灣當局 可以當這個ICO大會的觀察員 但是後來並沒有 就變成是來賓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 因為 中國認為 以ICO的規章 只有非訂閱國的規章 才能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所以邀請台灣做觀察員 變成事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因為 中國政府的抗議 台灣當局才不能以觀察員的身份 參加那個大會 懂吧 並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建議 台灣才能去參加 不是喔 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抗議 台灣才不能 台灣當局 才不能用觀察員的身份參加 而只能用來賓 懂得懂 所以那個記者的報導 就有問題囉 他這樣寫會讓人家誤導 那為什麼要讓人家誤導 如果他記者這樣寫說 因為中國政府的建議 台灣當局才能去參加 你會不會有一種錯覺 中國對台灣有某種管轄權 你會不會這樣覺得 對嘛 他就是要讓大家有這個錯覺 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是美國先通過法律 然後讓台灣參加國際組織 WHO也是這樣 台灣當局現在在WHO裡面 作為觀察員 也是美國先通過一個法律 推動台灣當局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所以台灣當局現在是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WHO 所以這個才是什麼 這才是某一種管轄權的行使 所以什麼是管轄權 這是來自這個 來自這個維基解密 台灣維基解密 你們可以去網路上找 這個 AIT的處長楊書蒂 在2007年12月20日的時候 會見當時的國安局秘書長陳唐山 討論台灣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的還有聯絡事務處周主任 國家安全會議張副秘書長 你看囉 楊書蒂要求台灣當局 不可運用政治或媒體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與美方充分協商 才能發布任何相關回憶 誰才有台灣這塊領空的管轄權啊 美國嘛 對不對 你這 你國安局局長 都不能隨便發表回應 關於民用航道的問題 誰有領空的管轄權 美國嘛對不對 要求台灣不可對這引擎建築 你看這台灣是什麼 當然是指台灣統治當局嘛 要求台灣統治當局 不可對這議題進行政治操弄 也必須與美方戳商 才能發布任何軍事行動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講 這是什麼 這屬於 這就是屬於 一種軍事管轄權 那屬於哪一種 美國嘛 但是美國軍事管轄有兩種 我講了 憲法下規定總統的跟國會的嘛 這是哪一種 國會的嘛 因為AIT是受國務院管制的 懂吧 不是國會的啦 它也是屬於總統 是屬於台灣關係法下授予的 所以它是屬於 那個 國務院 國務院的 但是國務院代表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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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唐山也同意會在軍事活動前 第一優先跟美方磋商 陳唐山向楊書蒂保證 陳正平總統或是國家安全 都不會接觸軍事討論 進行到會議尾聲 楊書蒂告訴陳唐山 他也跟那時候的國防部長 李天宇部長交代好 要持續跟美國在來協會保持聯繫 所以這個美國在來協會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當初這個東印度公司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或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它雖然是一個民間組織 它是一個公司喔 它代表的是什麼 它代表的是那個 那個 知名國 我說東印度公司的話 它代表的是那個 知名國的主權權利 所以它 它是公司 但是它可以去打戰 它可以簽約 你要注意喔 當初東印度公司的那些成員 都是什麼 都是海盜耶 都是 英國有名的海盜耶 可是 可是為什麼 它做那些事情是有正當性的 它跟海盜的區別在 就是說它是海盜 可是呢 它去做這些事情 跟一般的海盜有什麼差別 它是一家海盜行程的公司 它做這些事情有什麼區別 區別就在 它有 女皇頒布的特許狀 它是代表英國女皇 它是代表那個主權權利 差別就在這裡喔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 或是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它如果要代表台灣人民 如果它要代表台灣人民 去談判什麼 漁業談判 漁業糾紛什麼什麼的話 它權利誰給的 誰給它特許狀 對 所以為什麼那個徽章要拿掉 它不能 它如果 繼續違反這些法律的話 它就是海盜 那美國授權給海盜 美國是什麼 美國自己違反戰爭法 違反國際法 是這樣子 從這個新聞你可以 有一些觀念你可以 反省思考一下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際組織 流浪政府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當然不行嘛 我講流浪政府 它不能代表台灣 因為 流浪政府是一個什麼 中國式的 中國沒有取得台灣啊 那跟台灣有關的是什麼 是台灣統治當局 好 問題 台灣當局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好 那就要想了 什麼是代表 事務性可以代表 但是法理上不能代表 因為它統治我們 它當然要處理台灣人的事務嘛 它要幫 就像旅行社一樣嘛 旅行社不能代表你個人 但是它可以幫你代辦 它可以幫你辦 我說我要去哪裡旅遊 我可以請旅行社幫我代辦簽證 代辦什麼 可是旅行社並不是律師 它不能作為你的代理人 懂我意思吧 所以事務上可以代表 台灣當局可以代表台灣人民 事務上 這種代表是一種代辦 但是它法理上不能代表 所以它不能作為一個代表台灣人民的台灣政府 懂我意思吧 就是它只是一個管家啦 這個管家沒有所有權 沒有主權 好 誰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所以這兩個問題 你只要想一下我剛剛講的 什麼叫做軍事管轄權 你就理解了 好 張鳳翔事件跟ADID 這會涉及到 防空識別區 那你可以去網路上Google一下這個 這是有關的 它跟美國的 空海一體作戰有關 空海一體作戰 所以我就不講了 這跟剛剛那個ICO是很像的 WHO 你看喔 如果中華民國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如何能夠成為管轄台灣的台灣軍 這是 你要不斷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是最很關鍵的一個問題 你要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 你要了解戰爭法 跟戰爭的過程 那個麻煩點一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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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不用點了 我用講口頭講的 這就是說 美國的衛生部長啊 在一個場合他說 美國的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 都沒有權力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管轄權的案例 什麼是管轄權 用一個例子來講 一個家庭裡面 請問是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還是媽媽 你只能選一個喔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一個兩個三個字 好 絕對是媽媽的請舉手 媽媽多一點 好答案是這樣子的 以自然法來說 我的答案的標準 就是以自然法來說 不是根據母系社會 或父系社會 是 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為什麼 因為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請問誰可以決定 媽媽嘛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爸爸 因為只有媽媽知道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對不對 你可能這個小孩子其實是 這個媽媽跟人家偷生的 或是抱來的 所以你要決定是繼承哪一個家庭的時候 只有媽媽才能決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同樣道理 那個接生的護士 那個接生的護士或是監理人 知道這個小孩子真正身份的人 他可以決定嘛 對不對 就等同媽媽的角色嘛 他可以決定這個小孩子的身份 所以 這就是自然法 一個國家 一個領土 一個政府的寄獸也是一樣 誰可以決定這個領土 這個政府 這個國家的 所有權者或是主人 是誰的 那個人 就是對這個有管轄權的人 這樣你懂了吧 很簡單 所以美國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力 遍遍決定台灣的地位 也就是說什麼 他才能決定嘛 有沒有 所以這呼應我剛剛說了 美國總統決定誰是台灣治理當局 為什麼 他都可以決定這個小孩子的身份了 他當然能夠決定誰來當保母啊 他是監護人嘛 我監護人我不一定真的要親自照顧 我可以找一個保母來帶啊 所以這個統治當局就相當於保母嘛 那主人是誰 日本天皇嘛 懂我意思吧 這也是另外一個管轄權的案例 就是美國曾經行文到聯合國秘書長說 叫聯合國不要再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也是危機解密 好 我們想一下什麼是Country Nations Day 這沒時間了 像這個條碼 你去外面買一個飲料 一個零售產品 前三碼就代表什麼 登記 不是國 是登記地 為什麼 因為他是用Country Country在這個地方就不能翻成國家 比如說這個ISO 你去網路上填很多表單 比如說你去 用很多網路有沒有 登錄很多網站 填表單他不是叫你選 選國家嗎 他都翻成國家對不對 其實不是國家 是Country 他就是跟這個ISO Code有關 這個ISO Code的Country是國家嗎 你看香港 香港有ISO Code啊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Country不能翻成國家嘛對不對 巴勒斯坦是國家嗎 不是啊 巴勒斯坦也有Country Code啊 台灣是多少 台灣是158 所以你去網路上去填表單的時候 他叫你選Country 其實那個Country不是代表國家 是代表什麼 這Country要翻成疆域 好我就講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Country是什麼 這個Count就是伯爵的意思 所以這Country相當於這個 以前伯爵的這個領地 它有相同的風俗制度 類似的相同的名法 要繳一樣的稅 要繳一樣的稅 所以它是某一種自治體 Nation是什麼 Nation這NAT的語言是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所以被生下來 所以它就跟語言跟文化有關 所以它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它有時候翻成民族 有時候翻成國 所以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有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有國的意思 什麼是State State它是 語言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一開始封面 不是一個巨人站在那邊 一手拿著寶劍 一手拿著權杖 它的每一點一點的都是一個人 那就是一個國家 所以 什麼意思 就是 有一個意志 把這一群人Codzo會 變成一個巨人 一個人造人 這個人造人就是國家 那這個意志是什麼 這個Codzo會 而且站立起來的意志 就是社會契約 我們兩個人決定要 我跟一個女的決定要結婚 為什麼要結婚 因為結婚就是一個契約 它要約束彼此 保障彼此的權利義務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嘛 對不對 只是因為喜歡同居 就像這兩種 它沒有 沒有約束力 不能保障彼此的權利義務 所以 你看那種以利福人的國家 都是要建立的是Nation 因為它就是說 我們認同就是 就是共同體了 但事實上 現在主權國家是指這一種 是要有 法律意義的 這個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演講 因為我時間很短 所以 我就用非的 好 什麼是主權在民 政客最先講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 最早是盧梭講的 那盧梭怎麼說主權在民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簡述如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 與他的權威 置於公共意志的至高指導之下 而且群體接受每一個人 作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巨人的每一點都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形成國家的公民 那這公民因為 社會契約的關係聚集在一起 好 它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形成公共意志 有一群人 說我們要形成一個共同體 我們要形成一個國家 所以 它形成公益 我們要怎麼決定 我們日常生活的事物 這是公益 由主權者 就是這群人的代表 去代表這群人 因為 除非是很少數的例子 才是直接民主 否則大部分都是代議政治 一定會有代表 那個最高的代表 有時候是一個人 有時候是一群人 他就是主權者 他代表所有的人 這就是股東 在股東大會可以代表這個公司 但是呢 這股東要選出一個董事長 這主權者就是代表這些股東的董事長 然後呢 這個董事長可以去 決定一些刺激的法人 像執行長 總經理 就是政府 他可以實行 他去統治 所以董事長就相當於主權者 每一個人民就像股東 然後 這個 總經理就相當於政府 刺激的法人 所以 盧梭 以前他怕說 這兩個混在一起會獨裁 所以他就把董事長跟董經理分開來 事實上現在 國家 也不見得分得那麼清楚 但是他用別的方式去解決了盧梭的擔憂 所以2到3是授權 1到2是涉及公益及主權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或準國家 所以1到2是國體 2到3是政體 國體跟政體是不一樣的 本來就是可以分開的 這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疑通過 為什麼少數要服從多數 民主社會或公民社會 每次都會講 少數服從多數 所以我們選舉就有代表性的 選舉出來的台灣總統 就可以代表台灣人民 錯 為什麼 盧梭就擔心這種假民主 他說如果在此之前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來表決 幾百個想當奴隸 但是其中十幾個不想當奴隸 如果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約法3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 這還在一個場合成 通通全體無疑的表決 也就是說 必須要有 他有個前提 少數不同多數 他有個前提就是說 我們先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是一個家庭 我們才能決定 這個房子要怎麼佈置 你只是同居 同居隨時 這房子是誰的還不知道咧 對不對 懂我意思吧 所以 台灣是不是 共同體 以前是現在不是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 天皇陛下頒布 造書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的時候 這時候 相當於社會契約完成那個程序了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是 但是現在為什麼不是 因為現在台灣這個土地上有難民跟不是難民 有佔領者跟不是佔領者 人民混在一起啊 政府也混在一起啊 所以 沒有平等的法律基礎 所以沒有那個約束力 所以 就算我們選舉出來 那是一種什麼 那是一種提名權 選舉 選舉就是說 中選會 貼上公告 就是告訴美國總統說 我們台灣人民 提名這個人當我們的管家 然後美國總統就發賀電說 我認可 那是一個認可權 所以誰授予這個管家權利的 不是提名的人喔 是認可的人喔 你懂我意思吧 好結論 人民不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一致 參與主權權威 居民不行 一般的 非公民的居民不行 然後外國人當然不行 人民政府不擁有主權 如果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所以主權者也不能隨意亂來的 他也要符合 符合法律 符合萬國公法 自然法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因原治公民 這個主權不是指領土主權 是指統治主權 是原治公民 所以公民可以參與這個政治 可以決定國家事務的討論 領土事務的討論 政府事務的討論 公共事務的討論 但是居民不行 難民不行 難民沒有政治權利 所以 台灣人民混在一起 沒有去區分難民跟不是難民 那就是 那是什麼 那就是錯的嘛 難民 他不是屬於這塊土地的 他是被 被收容的 被收容的人民 怎麼可以參與政治事務的討論 他沒有那個提名權 懂我意思嗎 只有原本屬於台灣這塊土地 被佔領的人民 才有提名權 才有說我們怎麼自治 我們這個家裡要怎麼佈置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 我這裡有一些事要宣布 等一下吃完飯 等一下吃完飯 好